有亲友被法院扣薪水吗 逼得他压力三大喘不过气来吗 分享可能成为亲友的贵人哦 记得请帮我点赞收藏 在务人的保障的部分 我们一般只知道说 如果不信 因为负债被法院查扣薪水 如果以 谋甲月薪48000元来讲 我们大部分的人都只知道 可以查封他的薪水的三分之一 也就是16000元 在民国108年 强制执行法第122条 跟115-1条修法之后 对于在务人的保障提高了 也就是说 现在可扣薪的上限天花板 它会分成两个部分 一个是扣薪的上限是薪水的三分之一 另外一个部分呢 要预理这个负务人最低生活费1.2倍 如果以高雄的案例来说 依据卫福部所公告的最低生活费是 13341元乘以1.2倍 就是16009元每个人 如果这个在务人 他有抚养他的父母各一人 他们一家三口人可以扣掉的 这个最低生活费 就会是16009元乘以3 也就是说 在480028元以下都不会被扣薪 这个法律通过了之后 A先生就不用被扣薪水了 你有亲友现在正在被扣薪吗 赶快告诉他这个好消息 如果他是在民国108年 持续扣薪到现在的人 有可能可以提出1.1免除被扣薪哦 关注我让我保护你